哦 好今天跟大家玩一个好玩的东西 是我在十八斤量作《总量有石浆鳍那里》选 因为我们煞的这种淡色拉格啤酒 儿基本上都是发酵到一定的度数 然后加水稀释 如果你想喝浓厚一点的酒 就可以有个方法叫做冰流 就是利用水跟酒精不同的冰点 把一瓶这种拉格啤酒丢进冰箱的 -18度的那一层 凍刀 就两个半小时 部分的水就會結起來 然後剩下的就是更加濃郁的 好,謝謝 久不見了,我是卡斯環,歡迎來到今天的微虛日記 我呢,經常去便利店 我就會在那個大冰櫃面前 就會想知道裡面哪一支最好喝 但大多數情況下呢 我會不記得他們的味道 我只會記得我喝哪一瓶喝大過 比如說我第一次喝大的時候 喝的就是青島 所以呢 但反而我以後想起青島 我只能記得住 它的後勁很大 我想一下我今天選品的一些思路啊 首先 在國內賣的最好的三個牌子 百威雪花青島 因為我們在南方地區 所以選了一支老豬漿 然後這個是 弄死你們AKA奪命大巫蘇 朝日生皮 在日本賣的最好的啤酒 所以你們平常喜歡喝哪一款 那我們就三款三款的來吧 這三個三巨頭 來聽一下,好聽嗎? 好聽就是好酒啊 你又來抽熱鬧 這三個禮妙 可能我的排行是 青島最喜歡 百威第二 雪花第三 拿青島 厚勁 大一點 其實你們有沒有覺得這種 無論是百威青島雪花 它們的味道都很像 可能有一些細微的差別吧 但本質上呢 它們都是同一種 同一風格的啤酒 你看啤酒的類型圖 大概有這麼多 我們現在喝的這種 它們本質上只是 其中的一種 美式淡瑟拉格 然後也有人會稱之為 工業淡瑟拉格啤酒 就是因為它的產量非常的大 那美式淡瑟拉格呢 就要講到一個牌子了 美國百威 那美國百威呢 其實是源自捷克百威 捷克這個地方 百威是一個城市的名字 然後就有人宣稱釀出 像捷克這個地方 那麼好的拉格啤酒 就用了百威這個城市的名字 這種拉格啤酒呢 它有一個特點呢 就是用到了糖替換 我們知道嗎 那樣啤酒肯定是要用麥芽的 對吧 美國的麥芽呢 又跟歐洲的麥芽不太一樣 當他們把這個拉格的產量 做大的時候 肯定是要做成本的控制的 然後他們就想到了 能不能用一部分的 我們在地的玉米 來去補上一些糖分的澱粉 到後來呢 又用上了大米 澱粉比較純粹的 蛋白質比較少 這樣的話整個發酵就會更徹底 它的口味會更清淡 這就是俗話說的 麥芽不夠大米來湊 而且口味上淡也是它的一個很重要特點 從原理上啊 我們人放進口裡的飲品啊 消耗最大的肯定是水 對吧 第二名是茶 第三名就是啤酒 所以呢 按理來說 如果你一個啤酒能做的 越像水 按道理來說 它的受重是更廣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拉格啤酒在整個 事業上的啤酒消費的這個領域裡面 是佔一個主導地位的 給你換一杯 喝完就口裡沒味道的 是 在廣東有沒有聽過一個字啊 叫做啤酒呢 就是 拐樓冷茶 外國人的涼茶 就像喝茶一樣 喝水一樣 不過也還是澄清一點啊 蛋就是它的風格 所以這沒有什麼不對的 而且在很多情況下 比如說你吃一個很重口味的餐食的時候 比如說吃燒烤 你需要清口的時候 就需要這種 清淡的沙口感比較足的 是最符合這種用戶場景的嘛 而且基本沒有門檻 所以這個類型的酒 才能這麼的流行跟暢銷 好 換下一瓶 阿沙蝦 這個 酒頭有點好看哦 看看誰的泡沫最喜酒 反正你倒的就比較吃酒 你的意思是我比較吃酒 是家嗎 朝日 一如既往的有點鐵收入 烏書寫的就厚重一點 這個多一種那種 古物的味道 這三個裡面我可能會比較喜歡烏書吧 順著我們剛才那個話題講下去 就既然它本身是同一個風格的啤酒 但是廠家出於自己營銷的需要 它要起很多名字 包括什麼 原漿醇生 清爽 淡爽 暗爽 冰爽 冰醇 清醇 其實本質上它們只分兩種 要麼就是生皮 要麼就是薯皮 生皮跟薯皮只差一個煮沸的過程 還有原漿嘛 原漿呢就是 芭蕉罐裡面有什麼 我就直接打出來 不加水 幾乎不做任何處理 然後帶有新鮮酵母的 這種呢 它的有效日期就會比較短一點 七天吧 我好像買過青島的那種一身裝的原漿 不便宜的 在深圳的超市能買到 也不容易的 把原漿簡單過濾一下就變成生皮 生皮就是我們看到那些啤酒屋 從酒口裡面打出來的 有新鮮酵母 保持期也不會特別長 然後如果把生皮再處理一下 做一個更加嚴格的過濾 大部分的酵母都給過濾掉的話 這些酒就比較耐放 就可以做成罐裝 像這個純生 然後薯皮呢就是經過滅菌的 所以呢就沒有新鮮酵母 然後一些啤酒花跟一些蛋白質的風味 也可能會流失一大部分 但是呢它的特點呢就是便宜耐放 就是市面上那些取得花里胡哨的名字的 冰爽清爽淡爽基本上你可以理解為薯皮吧 他們喝起來很像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很有可能是同一個廠出來的 啤酒的集團也是這種抱團取暖的政策 一個大集團下面可能有很多小的啤酒品牌 看看我做了一個小筆記 那些大集團爸爸旗下都有些什麼酒啊 加之伯下面有1664重慶啤酒烏酥 百味英博有南昌啤酒哈皮膚加魯克羅那 國內市場份上最大的這家環熱雪花 它有雪花跟喜利中國 所以這個喜利一看啊 委託生產商是雪花啤酒廣州 另外呢就是一些洋品牌啊 比如說招日生啤 看起來是一個洋品牌 但實際上它是和青島的合資公司 青島招日在國內的廠子生產的 然後像烏酥啊 烏酥看起來像一個中國品牌啊 但實際上呢它被加斯伯全資收購了 所以呢現在已經有一部分無數的啤酒是從加斯伯天幕府 江蘇有限公司生產 因為在啤酒的這個成本裡面啊 貨運跟倉鼠是占了很大一個部分的 所以呢這些啤酒大可能在海外生產 然後再運到國內來 畢竟傳奇這麼久 那啤酒就不新鮮了 物流的成本又那麼高 就等於是你給方子配人員 然後就在國內生產 因為這種流水線生產大家都熟門熟路 所以呢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啤酒啊 喝起來都很像的原因 然後這種拉格啤酒呢 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發酵特別的乾淨 就要求它整個的工業化跟標準化的流程 要做得非常好 可能保證到這一點 就是它不可以出現雜味 不然的話你一口就喝出來了 所以是有一些技術難度的 就不是大家說的那麼不堪 這兩瓶可能是我在今天的這一批裡面 最喜歡的兩支 那這是純主觀的感受啊 你自己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那也沒有問題 這期節目有一部分觀點是引自這一本書的 然後也得到了作者的同意 所以呢在這裡啊 不是廣告就實名推薦一下 這本書真的寫得很好 就對於大家理清整個啤酒分類啊 然後一些很有趣的故事都在這本書裡面 我個人覺得是必讀的一本書啊 最後想跟大家聊一個事情 有人呢會把這些工業淡色拉格啤酒 稱之為尿皮 我不同意啊這一點 在中國呢 90%以上的市場份額是這種拉格啤酒 難道要連同這九成多的人的口味都一同否定掉嗎 我最近其實喝了挺多金釀啤酒 我敢說到一點 就是金釀啤酒它的文化內涵 它的核心就是尊重 請把尊重摳出來 就是尊重獨立性 尊重多元性 尊重人和人之間的不同 金釀啤酒跟工業啤酒 從來都不是對立面 好 好久沒有跟大家商量的事了 鐵兒之耳蒙 音頻就是老闆的 可以點個讚 再把硬幣交五分 不要忘記評論裡面評論卡斯都會看哦 選個影片我是卡斯五分 下期再見